这个车说值100万 真的假的 这个看起来也不咋地 上个大洞 就在这里了 这个大洞 值不值这么多钱呢 千江晚报 有辆跑车在路边烧了起来 6月10日晚上8点多 在杭州 滨江区 滨文路上 这辆叫法拉利 你看眼睛这个线片都清楚 100万烧得这么丑 起手无比 这样合在一起就显得 空洞大了 起手无比 驾驶翅的后方串着火苗 然后 然后 驾驶翅的 后方 部位出了这么个大洞 出了这么大的大洞 驾驾驶 消防到场处置 是 路面的巡逻警察把它搞灭的 其实是 我们到现场以后 把这个火扑灭了 但车身温度还是很高 驾驾驶 消防 救援 车 投射指挥员 利用热成像仪 进行了勘查 发现车辆的温度最高的部位 还有二百多度 火是怎么着的呢 车主说 当时啊 他正开车往滨江的 拉洗街吃宵夜 在明德路与 宾文路交叉的地方 等风的灯 闻的有焦味 通过后视镜 发现车尾冒烟 起火的这辆车 是法拉利458型 啊 法拉利458 是一台较出名的百万级超跑 该车型 2009年发布 售价 新车 价格是380万至550万 当前的二手的行情 在130万至220万 被称为保值率最高的法拉利 我天哪 价值550万 哎呦喂 有钱人哪 朋友们哪 怎么个烂车 500多万 那还要挂一串大金链子 多好呢 你不开车的时候 又看不到你 挂手指出的金链子 挂到脖子上来 才能做到费事